今天我去买衣服 为什么那几张信用卡全停了 那些是我的卡 我凭什么不能停啊 你凭什么这么对我呀 你知不知道我今天在上场里有多丢脸 咱俩都分手了 你凭什么还花我的钱 你家里啥情况真以为我不知道啊 要不两位分开聊一下吧 他昨晚和我提分手 结果我朋友告诉我 他家是因为拆迁才和我分手 那我凭什么还让他花我的钱啊 我又不是故意瞒着他的 再说了 我跟他说分手只是吓唬吓唬他 谁让他真把我信用卡停了呀 分手不是说提就能提的吗 之前在一起好好地不提分手 现在有钱了就提分手 我家现在是有点钱 但是我不能全给他花了吧 再说了咱俩现在还没结婚呢 这钱跟他有半毛钱关系啊 我难道是看中钱才和他在一起的吗 当初他没有钱的时候 我给他花钱有说过一个故事吗 他说让我三中年纪念日给他买一辆车 还有二十万以上的那种 我挣钱是能攒那一点 但我上哪一口信给他掏二十万钱啊 二十万还嫌多 我没让他拿五十万你不错了 我跟他三年的薰薰货买辆车怎么了 就因为他闺蜜老公给他买一辆车 他也非得让我也给他买一辆 家里都有代步工具了 攒下来的钱买结婚那房子不好 我闺蜜老公给他们买的不是奔驰就是宝马 他现在倒好 还看他破大众 还说什么攒钱买房 就他挣的钱 什么红年马月才能买到房啊 他连我过生日都不知道给我买生日礼物 他根本就是不爱我 他过生日那天我是真的加班走不开 他来我公司里闹 说我不给他买生日礼物就要和我分手 他就不知道请假吗 凭什么他加班就把我的生日礼物忘了呀 他答应给我买个卡地亚的手表 我看他压根就是没想给我买 当时我同事都跟旁边人 他闹也得分个场合吧 这样我把面子往哪儿挂 我错觉错觉不应该把他当成我结婚的那个人 我把他告诉我的家人和朋友 结果呢 嘴上说想结婚 但是行动上呢 他连钱都舍不得给我花 还结什么魂呢 我为了他在我家人面前有一个好形象 我自己买礼物说着他送的 结果他做的那些事让我下不来 就这样还怎么在一起啊 他不跟我在一起跟谁在一起啊 他跟我分手了谁心得要他似的 还是不分了 我刚才的采访 然后还有什么话想对对方说 我没跟你说我家里的事 是我不对 但是我想测试一下 你到底爱不爱我 你能不能不跟我生气的 算了 这俩还要分手 不是 你就因为这么点小事跟我分手啊 的确不是大事 但你拿分手这些事来测试我 你尊重过咱俩的感情吗 我没跟你说我家里的事 是我不对 但是我也得为我自己考虑一下呀 对 你愿意都是为自己考虑 你考虑我会不会花你钱吗 你把大家的感情当什么了 交易嘛 不是 是 你现在有钱了 就觉得我不合适了 要和我分手 你还理直气壮的花我的钱 我凭什么还跟你在一起 不是你听我解释 得了 不敢听你解释 你的无理取闹何人性 不就是因为我喜欢你吗 行了 咱俩分手 你现在跟我分手 你会后悔的 请允许我 用哭泣为故事收藏作曲 你又何苦用无声来暗示分离 干杯 好 我不开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